你看見我 你沒有給我操作 啊 憲哥 對 我想啊想跟你這樣講 對啊 不好意思 你怎麼可以把我當作陌生人 我幫你們服務那麼多年 吳宗憲以綜藝王恆大 以及綜藝大熱門 雙雙入圍第五十八屆 金鐘獎節目類 意志及實境節目 獎集主持人獎 綜藝節目獎集主持人獎 另外有女人Sandy 吳善入共同主持的 小明星大跟班 也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可以說是今年的最大贏家 有一天你結婚的時候 我們坐在台下是會掉眼淚 絕對會感動 對啊 真心的掉眼淚吧 真心 一定的啊 怎麼會有這麼傻的呢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吳宗憲 陳漢典 LuLu 綜藝大熱門 曾寶怡 LuLu 姐妹們的音樂萬萬歲 LuLu除了綜藝大熱門 和曾寶怡主持的 姐妹們的音樂萬萬歲 也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而第一次入圍的 神韻鈴與Melody 則將以11點熱炒店 共同角株 同樣也是爽聊入圍 胡瓜 吳宜佩賴慧如 主持的最強綜藝秀 入圍了綜藝節目獎 及主持人獎 曾國成的一字千金比武大會 以及楊桂妹 鍾欣玲 顏玉文的 老少女奇遇季 也入圍藝及實境節目獎 及主持人獎 各個節目都來勢洶洶 OK 然後豬桌是 豬桌是不是 一豬 我寫順序 真的是快受不了 我沒有照順序 我們租先出啊 你沒有坐過餐廳喔 你在那邊 就不要煩我了 不僅來辦營業中 還有歡迎光臨 等你來嘉義 真實的開店互動 讓人印象深刻 一起入圍了 一字機實境節目獎 實境節目越來越多 連評審也難以抉擇 一波出就成功引起話題 原子少年一舉入圍了 綜藝節目獎 以及節目類導播獎 不過將要競爭的對手 可是上屆得主 大嘻哈時代2 人笑無人數不夠 會好 看出版書 用彈筆筆筋 真正能夠 掉筆筆筆 新生代饒舌歌手 輪番上陣 大嘻哈時代2 也一口氣包下了 綜藝節目獎 節目類美術設計獎 節目類燈光獎 以及節目類攝影獎 四個獎項 阿樂 Long God 不行 包含了回到小學那一天 在內三粒電視 今年一共入圍了11項大獎 競爭激烈的五八斤重 誰能脫穎而出 10月20日 21日 就要鎖定三粒讀會台語 完全娛樂 陳婷一報導